这一位是住在万华的 确诊者死亡者 他的家属站出来 他要讨公道 画面上你看到陈小姐 他说最疼他的姐姐 从五月一别 没想到就是最后一面了 姐姐刚开始染疫是亲症 并不是没救 但是因为政府的无能 害死了姐姐 人命在政府眼中只是个数字 但是对他来说是家庭的破碎 他痛批政府并没有守护 老百姓的命 我们带你来看 最疼爱我的姐姐 从五月一别以后 没有想到是最后一面 天人勇格 我跟妈妈没有办法接受你 因为确诊 就在医院这样孤单的走 而我们没有办法靠近 没有办法帮你做任何的事情 这种私心裂肺的痛 有谁能够明白 我今天站出来 想为姐姐的往死 好一个公道 也想为跟我们有同样遭遇的人 因为人为舒适而失去亲人的家属 一起站起来呼吁 生命不应该被这样草率的对待 一个人的死亡 就是代表一个破碎的家庭 我姐姐不幸感染 新冠肺炎 并不是没有救 是政府的无能害死了我的姐姐 如果同样的事发生在你们官员身上 你们是作何感想呢 人命在你们的面前 难道就是代表一串数字而已吗 而这些数字却代表是我们最亲爱的家人 同岛一命 政府真的有把百姓的命当作自己的命来守护吗 我们失去亲人的痛 你感受得到吗 今天我不但要代表我的姐姐 也主动 帮这一次所有在确诊往生 不幸的死者跟家属 我希望中央能真正研讨自己 负跟负起一切责任 让亡死的姐姐 能够在天上安息 来看到一人贾永杰 在最近就发起了号召是 募集了300多台的HFNC 送到抗疫前线各大医院引起关注 前卫生署长杨智良之一说 政府是编了8000亿的纾困跟防疫基金 但是现在有多少东西 大家可以看到都是民间提供 包含了像是防护医等等 他就透露说自己这两天 处理500台的致氧机捐赠事宜 他说捐的人不讲 他安排就分完了 那蔡政府呢 有一年半的时间准备防疫 结果现在就连血氧机都不够用 好 才多少钱也不够用 也没有办法来补足 所以很多东西都是民间供应 这个还叫做超前部署吗 他说指挥中心根本不知道 现在医疗院所需要什么样的东西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很多人呢 现在等不到政府来 干脆自己跳下来 因为死神没有放假 艺人贾永杰 您可以看到在三天的时间 火速募集了342台的HFNC 送到各大的医院 包含了有台大 有荣总 有亚东医院 昨天还来到了慈激医院 现在网友一面倒 大家说艺人的效率 比政府还要高 过去政府说钱要花在刀口上 但是钱在哪里呢 大家没有看到 政府你也已经买了足够的量吗 我们可以看到被称为救命神器的 HFNC 现在送到各大医院 但是呢 大家来问说 政府你有买吗 现在网络上有人出来说了 这位自称他是 HFNC设备的从业人员 他怎么说呢 他说6月4号 确实是有接到中央询价 采购500台 那整个公司的内部 忙了一整个礼拜 但是从电视新闻得知 外服部已经出货200台 但是不知道哪间公司的 最后有没有成呢 看起来他说是没有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难道就联 我们民间想要捐 恐怕也有违法吗 现在看到传出说被检举 蒋永杰被检举 是违反了公益券目条例情势 指挥中心 陈时中表示说 私下纠团来捐赠的话 这并不在公益券目条例的 限制范围之内 这明明事件善心 但是居然也被来看看 是不是有违法 但是现在这样的疫情延烧 光是一个人捐 当然不够 希望大家都能够动起来 但是一开始 蒋永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起心动念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是他的好朋友编剧谢小蜜 现在他也发文了 他说一开始 他呢打了电话 这个接到讯息 就是他跟蒋永杰两个人的互动 他说蒋永杰三秒就回复 说太棒了 他要来帮忙 他说还来不及回话 已经通了电话 所以呢直接整个救援行动 他说决定开始不过十来分钟 而且三天就募集了三百多台 那其实呢 他要深深的一急功来表示感谢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已经是持续的增加当中 因为我们刚刚提到 蒋永杰说 死生是不能休假的 这个医院没有休假 但厂商也不能休假 所以持续他还在帮忙 那这一回有三百多台送到各大医院 他在脸书上也说了会捐赠 就是因为在九年前那段时间 他非常的伤心 因为半年之内 他经历两次的意外 失去了他的至亲好友 所以他知道加油打气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但是他现在也看到 有一些政论节目开始批评 有一些负面的声音 他很难过自责 他说是不是因为他 反而让台湾又开始有一些分裂了 他难过自责 但是其实大家也谢谢他 带来这样的一个正能量 同时除了来捐赠 我们刚刚提到救命神器之外 他其实有发送一些便当到医院 像是在端午节这一天 你可以看到他的po文 他就提出了 清清楚楚写了他的交货记录 包含了在新北联合 慈祭 北市联合更新等等 总共70台 他要谢谢所有来假日加班的好朋友 同时他在晚上还准备了宵夜 给大夜班的人员 你可以看到从这个下午开始 一路忙忙忙忙到晚上 在国泰医院有端午节宵夜 还有呢在台湾医院 马街医院等等 甚至在仁爱医院还有下午茶 真的是非常的热心 也非常的善心 同时还有一些好朋友 在这个像是点心的部分啦 饮料的部分 也希望能够送暖 给所有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救命神器 在短短的时间募集之后 蔡总统也马上好跟着 在脸书上发文 说我们政府呢是有采购500台啦 在13号当天是有200台到货 那这个时候网友大家就跳出来了 每次都是别人先讲 你马上会跳出来大内宣 说有在做有在进行 到底呢是不是什么都要让人民跑在前面 然后你才紧急跳出来 民怨沸腾炸锅 现在蔡总统的脸书也被灌爆了 还有超前部署一年终于到货 好巧原本都没有 但是一人一捐 马上政府你也买了200台 直到200台有政府好放心 大家看起来是蛮酸的 那现在大家担心除了说 在这个救命神器不够用 那还有不够用是什么呢 就是疫苗的部分 现在大家要等到7月吗 国产疫苗现在政府说蔡总统说7月要让大家可以达到 那高端疫苗在上周是解盲成功了 联雅的部分预计在月底也要进行解盲 现在外传说菲律宾有意透过EUA的方式 让国产疫苗在当地能够免作三期试验直接施打 副指挥官陈宗燕他也做了最新的说明 菲律宾是否有来含表明说要采取 我国EUA的标准来通过国产疫苗的审查 那不需要三期临床就可以直接在菲律宾施打 那想请教除了菲律宾之外 有其他国家也在跟我们插谈合作吗 菲律宾 因为国产疫苗的部分 他们两家公司都有个别去找寻 在国外合作试验的这个国家 那其他的国家是不是有申请 比照台湾的EUA的方式 这个我们会请食药署再做一个了解一下